中纪委广州市通报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事件问责情况 实名领导干部被问责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讯根据广东省委部署 省纪委监委成立广州市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事件问责调查组 对相关单位和人员存在的履职不利 失职失责问题进行深入调查 坚持一级依法实事求是 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言 坚持科学精准宽言相继 对市民领导干部严肃问责 罗继经广州市委副书记 基于党内警告处分 林道平广州市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 基于党内严重警告政务纪大国处分 免职处理 杨国权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公委主任 广州市林业合园邻居原党组书记 局长 基于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 免职处理 刘先荣 广州市林业合园邻居党组书记 局长 基于党内严重警告政务纪大国处分 免职处理 宿娟 广州市林业合园邻居总工程师 基于政务纪过处分 黄成军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基于党内警告政务纪过处分 周贺龙 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基于戒免处理 江贵宏 广州市月秀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局长 基于党内严重警告政务纪大国处分 免职处理 高耿恩 广州市月秀区建设 河水务局党组书记 局长 基于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纪处分 免职处理 杨卫国 广州市月秀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党组书记 局长 基于党内警告政务纪过处分 广州市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 严重损毁了一批大树老树 破坏了城市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风貌 伤害了人民群众对城市的美好记忆和深厚感情 试点型的破坏性建设行为 造成了重大负面影响和不可挽回的损失 错误严重 教训深刻 广东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 重要论述精神 把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落实到具体行动上 经常对标对表 全面查找偏差 强化责任担当 务必立解之 坚决防止城市更新中 造成破坏性建设问题 要举一反三 以此为鉴 坚定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 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 自觉站在群众立场上想问题 做决策办事情 接地气 查明情 据明智 惠明生 把实现好 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要坚持用科学态度 先进理念 专业知识规划建设管理城市 尊重城市发展规律 尊重自然生态环境 尊重历史文化 尊重群众诉求 坚持科学决策 民主决策 依法决策 加强审批监管 完善专家论证 公众参与 风险评估 合法性审查等程序 下足绣花功夫 不断提高城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